发放当天遇到雨天 雪龙刺激之工冒着雨搭遮雨棚 马来西亚赛城工地宿舍发生火警 约100人受灾 因为他们都有接到其他的团体 关于衣服上了 那就是我们跟这些灾民聊了过后 他们希望得到的是一些这个出访问去 发放的物资是来自社会各级爱心 现场志工分享主同岁月 把物资交到受灾户手中 同时祝福乡亲们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大爱新闻真身美志工彭卫红 马来西亚报导